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演播间里呢 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 夜水服物流成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桂发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欢迎您陈总 谢谢 夜水服 新加坡一位知名华商 一企业家名字命名的新加坡夜水服物流公司 成立于1955年 是亚洲首居一指的端道端供应链管理公司 也是全球第一家获得ISO280002007 供应链保安管理系统认证的供应链企业 并相继获得亚洲年度第三方物流奖 东盟四国物流大奖等行业大奖 其核心业务主要是开展电子产品 化工产品 快速消费品的物流运输 客户包括戴尔 佳能等全球知名跨国公司 目前 成都夜水服务已与欧商 加勒服务 全家等跨国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 生意伙伴主要以国际化的跨国公司为主 陈总是新加坡人 是的 来成都有多少年了 什么时候来这里定居的 我第一次到成都是09年 严格来讲是97年我就到四川 那个是在旅行团 是过来旅游的 九寨沟 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么是09年才到成都定居 那第一次来成都旅游的时候 是不是给你留下的印象 就是觉得这里的大山大河非常的美 当然 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九寨沟的水 九寨沟的水 那在09年的时候 您当时来成都的原因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夜水服吗 对 没错 当时西部区开始要发展 那么公司就派我到这儿来做一个调查 那么来了我就喜欢上了成都 我也有去过重庆 也做了一个调研 那么我就跟老板说先到成都 后重庆 为什么会先选择了成都 很简单 我觉得成都的那个无论是地形 还是文化 还是人脉 都比较跟新加坡有相似 重庆比较是商区 那么新加坡也是一个小岛 一个平地 那么我就觉得那还是到成都先吧 首先从这个地理位置上 就感觉到成都是个平原 和新加坡有这种相似之处 所以自然会有一种亲切感 对 那09年的成都 当时给你留下了什么样子的印象 09年如果要跟现在做对比 变化太大太多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成都现在的时间段 就是在很快速的发展 而且是正确的对的方向去发展 这个是我看好成都的地方 这个夜水服公司最终在穿雨两地 选择的是成都 可是在落户成都的时候 就像您刚才说的 成都其实也有很多发展非常不错的区域 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高新区 这两年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速 包括现在打造的这个天府新区 那么夜水服 为什么会在最初选址的时候 选择在了午猴呢 选择午猴的原因也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在现在我们咱们的那个大核仓 的那个仓库位置特好 因为它就是在三环以内 那么我们到成都呢 我们就是要关注 重点是要做城市配送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地点 就是那个仓库的地点是再好不过了 我去那么那个政府单位啊 物流办交通局都给我们很大力的支持 这个也是我们很感激的 因为我们怎么算也是信任 那么信任到了本土有一些 有时候随都不服的 那么我们要领导们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我可以说 在此可以说这个各个那个五号区的政府部门都做到位 要不然我们也没有今天 可以说我们做这个决定没有遗憾 那么夜水服应该是从09年开始落户成都的 落户了五号 对 经过这四年的发展 公司在整个成都在五号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有碰到乐趣也有苦衷 乐在什么呢 公司的那个员工 我叫他们 我想叫他们小活着 都是一般很好的 态度好 肯学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的幸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所累积的经验 刚才说的精品带进成都 那么我们要带进来 一定要有可以接受到的 有一群可以接过来 我们公司一般的那个制度是什么呢 我们会先派 比方说一些新加坡的经理过来 那么当我们的那个长远的计划是要本土化 那么09年我们刚来的时候 总共有四个新加坡人 现在呢 只剩下我一个 就你一个了 对 那么就把我们当地的经理们都多多提升上来 那么我们觉得这样才可以把那个 全部的那个管理成的那个稳定下来 这样才可以做得大 做得久 做成这种本土化的 对 这个是您觉得乐趣所在的 这个是乐趣 苦衷呢 那因为我们想把最新的科技我们最新的产品带进成都来 比方说冷链管理 我们甚至把我们的最高端的科技 比方说那个无线测评的那个技术 我们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技术带进成都实行 但是要利用科技是有个代价 就是价格 目前遗憾的是成都的供应商也好 还是我们的客户还不能承受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我们就暂时先放一遍 但是我们还有带其他的东西过来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很快的 一两年之内我觉得应该时机就成熟了 那么刚才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 在我们六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下个月 将会召开全球的财富论坛 是在成都 这个经济盛宴您知道吗 知道 之前财富论坛我相信您肯定也关注了 有的 那么财富论坛之前也是在上海 在香港 在北京同样都举办过 成都也是第四个城市 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社会 对于成都来说 有些什么样子的好的机遇 对于你们公司来说 又有些什么样子新的发展机遇呢 很好呀 因为尤其是跨国公司 对成都 四川成都的那个认识 还不是太多的认识 可能他们懂熊猫 所以这次的形象大使就是一个熊猫 对没错 这个财富论坛呢 这个我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亮点 给外资企业进来看一看 认识成都 您对历年来的这个财富全球论坛有关注吗 有的 那么我也一直收到很多 很多那个信啊 都在邀请 叶水夫有参加过这个之前的财富全球论坛吗 我记得好像香港那次有 上海北京我就不记得了 那么这次的财富全球论坛呢 那肯定会 对于这次的这个主题 中国的新未来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现代成都的那个发展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成都就是西部区 甚至中国的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觉得沿海地区 他们已经发展的快速的发展数年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到一个平稳的 平缓的 平缓的期 但是西部区这个发展的潜能是这么的庞大 一直在上升 一直在上升 那么我觉得成都就是您所说的新未来 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对于我们这个夜水服公司来说 有些什么样子的新的机遇呢 我最希望是这样 财富论坛之后 会引导很多其他的外资企业 包括我们本行 也到成都来投资 因为我觉得有竞争 才有进步 那么目前呢 在我们本身这个行业 还很少看到外资企业过来 太孤单了 在物流这块 在物流这块 就只有咱们夜水服一家 夜水服还有几家 还有可能两三家 但不够 可能要到五十家 强的 在国际性上有地位的 都到成都来 带来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期待有所进步 毕竟我们也在成都已经设立了三年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跟新公司 分享我们在成都的所建设的那个过程中的经验 可以跟他们分享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跟我们客户带来的一个优势 您刚刚说到了公司 现在在整个成都来说 我们把这个担子 基本上在慢慢地往这个本土年轻人的身上再转移 想把这个公司做得更加的本土化 更加的能够站得住脚在这里 那么在下一步 我们整个夜水服公司在成都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具体的发展计划 刚才有说过了 我们是那是政府的那个物流重点 那么我们下一步要示范什么呢 我们也懂现在成都的那个车辆的情况 太拥挤了 可能我们做物流的这个也要承担一点责任 因为我们都是开大卡车 那么已经站位已经是两三辆车的那个站位了 所以我们是想跟市政府配合 一个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做夜间收获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可以在夜间收获 在我们的大合唱 那么从外籍的那个大车 从省外把货送到大合唱来 在夜间中 在每个人在睡眠中 不知不觉的 货已经进来了 白天我们才把那个用小卡车送到门店去 这个操作是24小时操作的 它带来的那个有效率 把城市的那个车拥挤的那个情况 也肯定缓解一大部分 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很可行 这个也是我们三年来累积的一个经验 那么第二呢 我们也 我现在在跟一个职业技术学院 想做一个配合 怎么配合呢 我们先想把一批学生 就是在读物流的 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大合唱 看看现代物流 是怎么回事 是要用管理 要有硬件 要有软件 我们软件有仓储配送管理 有车队配送管理 整合起来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配送 那么那个学生会到我们大合唱来 我们还会筛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优秀的 也到我们的公司来实习 实习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人才培养的战略计划 没错 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当成是我们对社会的付出 今年我们就想带动这两个项目 您刚刚说了 您是涅水服务公司留在成都的最后一名新加坡人了 您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离开成都还会回新加坡吗 或者说以后就在成都定居了 不走了 没法指 我是新加坡人 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国 还是要回家 还是要回家 但是我回家之前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 我可以安心的回去新加坡 因为我懂得我们所栽培的本土的经理们 总经理都可以继续走下去 而且走得更好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样子的财富全球论坛 能够给咱们成都的本土企业 给咱们五猴的知名企业 比如说像液水服 带来一些非常崭新的 更加好的这种发展的机遇 其实这样的一些机遇 也是能够促使您梦想成真的一个垫脚石 好的 那么谢谢陈总今天做客演播间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做客我们周五辉客室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